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地球上寿命前十的动物 第十名 象拔拔 寿命可达一百年 又名皇帝棒 女神格 它是一种海产贝类 它有两个扇壳和一个水管 这水管很像一条肥大粗壮的肉管 当它寻觅食物时便伸展出来 形状宛如象拔一般 所以叫象拔拔 随着年龄增长 贝壳生长渐变缓慢 但软体生长仍能继续 第九名 新西兰大蜥蜴 寿命高达一百多岁 目前也仅仅生存在新西兰 并在一生中多次变化体色 它们体长可超过六十厘米 新西兰大蜥蜴的远古祖先 生活在大约两亿年前 它曾经与早期恐龙同时生存在地球上 可以说 新西兰大蜥蜴是地球上的活化石 第八名 宫头精 寿命可以达到一百五十至二百岁 又称北极精 德陵南陆极精 体长二十亿米 因为它的头巨大而且像公壮 所以叫宫头精 它的头骨大而厚实 常用头来撞破冰面来呼吸 它的精脂厚达七十厘米 有助于预寒 所以它的身体非常沉重 体重达十九万公斤 第七名 象龟 寿命在一百七十至二百岁 加拉帕哥斯象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陆龟之一 拉帕哥斯象龟是冷血动物 每天要晒一至二小时太阳 一天觅食要用八至九个小时 加拉帕哥斯象龟一年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繁殖 保存在澳大利亚动物园的标本哈里特 是一只最古老的加拉帕哥斯陆龟 在2006年去世时年龄超过一百七十岁 第六名 红海胆 寿命达二百年 一种生活于沿海潜水域的无脊椎动物 它以海生植物为食 用身上尖刺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 有些甚至可以存活二百年或更长 第五名 管状如虫 寿命达到二百至二百五十年 六名管如虫 管漆如虫 是一种大型动物 身长能达到一至二米 它的顶端是一片红色的肉头 下端是一根直直的白色管 管状如虫因此得名 这也让它们看起来很像一个巨型花朵 第四名 格陵兰睡沙 寿命高达四百年 是地球上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因为常年在冰冷的海水中生活 而且冷水能帮助它减缓生长速度 和生物化学活动 从而延长寿命 它不但动作缓慢 长得也非常慢 一年只长一厘米 一百五十岁才成熟 通常它们需要等一个多世纪 才能有伴侣 也真能熬得住 第三名 北极格 寿命高达五百年 又叫明 因为其生长初期 正好处于我国明代而得名 北极格长得冰岛海底 它的壳上有纹理 每一条代表一岁 它现在的年龄已达到四百零五岁 2006年 科学家在大西洋北部冰岛海底 发现三千多个北极格 其中有三十四个活体 活体中的一个 后来被确定为有五百零七岁 生于1499年 即中国明朝年间 遗憾的是 它被放在冰柜里冻死了 第二名 南极州海绵 寿命达一千五百年 它主要生活在南极州海底 由于温度极度寒冷 作为海底的古老生物 它不能移动 或许由于南冰洋的极度低温 让这种不能移动的生物 新陈代谢延缓了很多 所以可以生存很长时间 第一名 灯塔水母 它拥有不死之身 灯塔水母可以从水吸体无性繁殖 是唯一已知的 能够从性成熟阶段 恢复到幼虫阶段的生物 普通的水母 在有性生殖之后就会死亡 但是 灯塔水母却能够再次回到水吸行 理论上这个过程没有次数限制 这种水母可以通过反复的通常生殖和转分化 获得无限的寿命 所以 也被人称为长生不老的水母 更准确的说 应该是返老还童 这种水母却能够再次回到水母却能够